你比星光美丽在一片不被看好的副屏中杀出一条热爆的大道 口碑逆袭收视率大热走红 不论是徐凯饰演的霸总韩婷还是谭松韵饰演的工程师继星 CP感和热度都持续走高 尤其是你比星光美丽中改编的男女主角的人设都非常完美 算是第一次在现偶中感受到人物镜头下的格局和张力 徐凯在这部剧中西装暴徒的身份 直接化身去游击毫不费力的权势所谓的金圈霸总 没有技巧纯纯硬帅 走路带风满屏都是寒庭的大长腿 他就像是高领之花 为人处事沉着冷静 清醒孤傲 雷厉风行 职场上是身谋远虑妥妥的掌权人 唯一的原则便是利益至上 真正的事业目强批 剧中世家公子的设定下 他有着锐利的锋芒和耀眼的身份 感情对他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 他在这场游戏中惊醒得可怕 恰好徐凯的原生和演技 都为这看似虚无的霸总落地 让人设更加合理 也让韩婷更充满魅力和实力 同样谭松韵在剧中的演技 真的可圈可点 这部剧定位是现偶 但是这种题材稍微不注意 就可能翻车 就像以爱为赢一般油腻浮夸 但是你比星光美丽 低开高走的数据足以证明 观众和市场的眼光是不会差的 你比星光美丽上线四天 不仅仅日日领跑卫视黄金档Top1 猫眼拳网有效播放量破一一家 是要比墨与云间都猛的开局走势 除此之外 更是超越杜华年 登顶猫眼拳网热度榜Top1 双平台战内热榜Top1 角色人物更是霸榜V榜 整个的数据和热度 都以爆款的走势在上升 当然这么优秀的成绩 也离不开主角的抗拒能力 那么在你比星光美丽中究竟是徐凯的路人盘 还是谭松运会吃红利 作为湖南严选的那余个体户 从开播被潮到被赞演技 谭松运究竟还有那些惊喜 一 相信湖南卫视严选 观众员就是路人盘 说实话 你比星光美丽开播后霸榜卫视黄金档 打开口碑离不开主角的抗拒能力 尤其是谭松运的强大路人员 作为受众群体40家的年龄段 谭松运和赵丽颖一样具有国名知名度 和玄学感的观众员 作为湖南卫视严选的亲闺女 她的每一部戏都打出了漂亮的成绩 像最开始的旋风少女拿下青春剧场季冠 后面的浪花一朵朵 以佳人之名也拿下湖南卫视CVB卫冠 还有大爆款的锦衣之下 以及2023年年冠的龟路等 她参与的每一部作品都以一种很低调的方式开播 却都做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而且最关键的是作为演员的她 几乎不怎么参加综艺 始终保持着演员的神秘感 同时也不炒作没有绯闻 身为娱乐圈的个体户 在没有签约任何公司的情况之下 一路靠着自己的实力 兢兢夜夜闯内鱼 步步稳扎稳打暴剧逆袭 自己为自己走出一条商业价值之路 她永远都是温柔明媚 低调拍戏 磨练演技 所以哪怕30多岁的她 也还在持续性给观众惊喜 给每一个年龄段都留下一部 具有鲜活力和生命力的角色 用演技和亲和力 牢牢握紧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坚持做到好的演技 和好的角色相匹配 坚持输出拿下观众缘和号召力 每年一部和芒果台双向奔赴的剧 索性每一部播出后的收视率和口碑 都值得她的付出和努力 所以说谭松韵身上或许真的有种魔力 很和观众的演员 观众对她的演技都很买账 所以这大概就是 为什么会在没有任何宣发的情况下播出后 依旧能够拿下未始 Top 1的理由之一吧 2 分工明确 行走的芳心收割机 如果非要论这部剧 究竟谁更抗拒一点 答案可能是两大王炸结合的效果 收视率才会低开高走 明场面角色更是爆火 像谭松韵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主要负责上星的市场 垄断中老年龄段 而徐凯在这部剧中 纯纯硬帅的比例 则是垄断年轻人 两大王牌主角 直接拿捏全年龄段 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 尤其是这部剧中 谭松韵负责演技和落地 将现偶职场中的偶像剧去浮夸 用演技落地现实 塑造出一个女主角 孤注一掷的创业型新女主 呈现职场的破碎和心泪感 努力还原职场打工人的状态 淡淡的松死感的同时 又有股不服输倔强坚定的角色魅力 只能说 这部剧女主角的高光 全靠谭松韵演技之称 毕竟灾难性地孵化到在前 同时对比帅得轻而易举的徐凯 真是沾上了人设的光 和她自身条件的加持 以至于热度会攀升 韩婷成为观众心目中 金圈高干文top1男主 试问清醒理智 步步为营的高质量霸总谁不爱 徐凯谭松韵都是路人盘强大的抗拒选手 这部剧更是直接垄断全年龄段 低开高走真的出乎意料 谭松韵新剧的漂亮闺蜜 智慧型有气质 精神型最可爱 扎心型最小 你比星光美丽是根据九月西小说 你如北京美丽改编 一经播出 就因为女性创业题材 和全员高颜值 牢牢吸引了观众注意力 本来是冲着谭松韵的季星看这部剧的 没想到这部剧还隐藏了这么多美女 尤其是季星的闺蜜团 各个都是高颜值 而且风格各异 颜值在线 一 何瑞贤扮演莉莉 莉莉是时尚的都市职场女性 有能力又潇洒 做得不顺心 就果断辞职 辞职后仍有不少猎头来争抢 而且她身材高挑 肤白貌美 走得性感撩人的郁姐疯 在人群中总是一眼看到 非常有气质 也能吸引到不少迷地 苏芝周看到她就心花怒放 她对待感情也属于比较奔放了 和萧一萧没见两面两人 就干柴烈火了 进展是相当快 莉莉自信漂亮 但不是只有皮囊 她属于智慧型闺蜜 关键时刻 她真能鼎视 寄星创业缺钱 她二话不说 直接给了十万 更不用说 遇到什么困难 她都立马想办法切实解决问题 简直是理想型闺蜜啊 扮演者是何瑞贤 出生于1994年 今年30岁 不管戏内外 她给人的感觉 都是肤白貌美 性感撩人 不少人都觉得 她像安一萱 尤其是一双大眼睛 和性感的嘴唇 让她拥有超强的辨识度 还有一个冰美人的称号 她演过《以家人之名》 《半妖青城》 《真修记》 《上时》 《九霄寒夜暖》等等 也有自己的女主剧 和徐凯一样都是余政公司的 两人这部剧已经三大了 和谭松韵也是二大了 都是演好闺蜜 二 王一兰扮演徒小萌 徒小萌 是一名网络主播 为人大大咧咧 爱笑性格活泼开朗 与寄星同住相处得很好 也能照顾安慰到寄星的情绪 为她打气 属于精神型闺蜜 一头短发 甜美风的穿搭 笑起来眉眼弯弯 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徒小萌 无疑是最可爱的那一个 徒小萌陪为秋子去相亲 却没想到相亲对象陆林佳 竟然是她的对头主播的忠实粉丝 还真是不是冤家不巨头 陆林佳和徒小萌这一对之间 注定会发生不少妙趣横生的故事 属于欢喜冤家的类型 扮演者王一兰是1998年出生的 今年26岁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入行五年拍了六部戏 都是戏份不多的配角 不算高产 演过奇魂 青丝绝 见面吧就现在 原来是你 偷偷藏不住 和你比星光美丽这几部剧 属于清新自然的林佳女孩类型 三 吴施乐扮演魏秋子 魏秋子见证了继星和男友邵一辰的感情 但魏秋子其实喜欢邵一辰 他发现邵一辰和继星有嫌隙后 趁虚而入 以闺蜜的便利身份接近他男友 并让他慢慢关注到自己 所以 这位既是闺蜜也是情敌 就是属于撬了闺蜜墙角的人 但他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 如果没有他 继星就没法和前男友分手 也无法和男主几庭 开始新的感情 魏秋子长相很青春 一头柔顺长直发 温柔乖巧 演员叫吴施乐 是一位00后女星 今年24岁 算是年龄最小的闺蜜了 吴施乐是北京电影学院的 还没毕业 就在小欢喜 扮演学霸女神黄芷桃 赢得了不少观众喜欢 长着一张国民初恋的脸 还拥有天鹅景 被网友封为国民笑花 还出演了当天真遇见爱情 理想照耀中国 莲花楼 烟火人家等剧 那么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